红色的故宫 白色的圣经大剧院 高大的彩电塔 拥挤的奥体中心 北陵 看着眼前这些缩小版的地标性建筑 沈阳人是不是很有亲切感呢 这些精美的乐高作品由来自全球11位乐高模型拼器大师和46位建筑师 以及12位动画师 历时400多天 共同设计搭建完成 由这些乐高积木搭建的所有地标建筑 堆叠起来总高度达到了38米 总重量达到了1100斤 但这些还不足以体现乐高模型拼器大师们的功力 对他们来说 最难展示的地方就是这些建筑上面的汉字 他们也是费尽了心思 不断地询问我们是不是合适 不断地调整 来制作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可能从我们成人的角度来看 它并不是那么完美 但请低价你的身子 那么你可以发现从孩子角度 它是很棒的一个作品 它完美地诠释我们的汉字的特色 也让我们的这个三小桥整体的很好的呈现出来了 对不起